妮露 妮露 你們兩位好 語氣上揚 開心Say Hi 賴清德熱線的另一頭是VTuber 首都合體虛擬實況主豁出去了 連Cosplay都沒在怕 下一次又不要找副總統一起挑戰看看 想都沒想就接下挑戰 賴清德要超越自己的極限 但黨內卻頻頻踩上性騷紅線 敏感之際似乎連帶影響了立委提名 原定民進黨提名策略小組 在六號下午要討論大安區立委人選 七號中職會上就能通過提名 但會議臨時喊咖連提名也延後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跟我一樣吧 就是說行程忽然調不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這個去開會 是不是人數不足的問題 我看自這個樣子 因為就說明天沒有要開了 會議站延 民進黨大安區立委人選持續難產 除了黨籍議員簡舒培表態翔選 二零二零年參選席拜的國際部主任 謝佩芬也有意願 還找來大安區的客家鄉親 連署支持 我們人口還是蠻多的 然後其實平常是比較隱性的 所以他們很希望說台北看到一位客家代表 在一個共同為台灣好的前提目標之下 那大家其實就是盡量去尋規最有機會勝選的人選 各方有多元的意見 其實解決之道無他 就是更加的耐心去溝通 傳出是黨中央鼠疫的合作人選 苗伯雅放低姿態 畢竟民主大聯盟策略在李政浩基排妹都引發爭議後 基層反彈聲浪比想像中還大 一邊得撫平性騷案掀起的狂風暴雨 一邊還有民主大聯盟的提名爭議 賴清德二零二四總統陸 最大的對手是在同溫層裡 身處好 好 殮忍 靜地 冷風